图的稳定性并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今天其实在刚刚赛前数据 看到四名选手的这个六 图图来看的话 他们的稳定分数其实都不高 包括后续我们刚刚看到的淡载 双方这一手选择都有点名牌了呀 都是延续了上周的选择 RW Alpha AG团建格 单图的话RW先搬了一手失落一记 也是在上周我们看到了多次的单挑赛 然后二班搬掉了墨高窟 稍微针对一下单载 再看一下AZ最后一班 龙金图 AZ这三张图就是给我们的感觉 他还是想要打上周的一些东西 对 但是后续的战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目前来说我觉得 近期你想要在场上打出一些新战术 是比较困难的 是因为新战术肯定就对应着很高的意外性 对 来了 我非常非常期待 RW会在西湖上选择什么样用车 因为如果他们拿出了流火 就说明上一周确实是失策了 没有想到 对 那如果说 相信大部分都没有想到 今天打AZ如果要是能够拿出流火来打的话 那我觉得也相当于是隔空报仇了 嗯 爆一下上一周 四辆流火 对 对刚才也分析过了嘛 就是对于流火这辆赛车如果你要去反打它所需要消耗的地图时间是比较久的 确实 但我们总觉得流火这辆车它其实能打的图绝对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 作用性很大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像特洛伊 它开发空间是很大的 对 主要是它的整体容错率在实战当中会比较大 是 我们来看一下起步吧 第一关到墙面那一道明明上墙连带了一波半载 然后明明走了一波外道 这只能说还好是一边一个 但是这个断空下来之后东方出现了一个上墙悟空直接反超了 是的 这边有点小伤啊 开局西湖两个弯出了两场事故 对 只有悟空是目前没有出大事故的 对 但是明明这个调整明显慢了很多啊 开局两秒开外 弹仔这边觉得很快 只是说明明可能在后续还出现了一些个人失误 弹仔这边调整是不错的 W3WW很细节 在长直到的速度能够发挥出流火的特性 是 这边断流氮气 看这次断空压车比较平稳的度过 对 有拉近距离 自己还是能做到的 对 但是上来只有一个飘移调整路线还是损失了速度 是 应该就是不太自信上来之后对于自己的这个硬转有点转过来了 我觉得西湖这张图尽量别太自信 嗯 纯稳而且现在是一个追分的阶段 是啊 你像刚才那个距离你说后追悟空你还得悟空给机会 对 倒不如自己先稳一手 对 那明明也跑到两秒之内了 可以接受 那这局AW赢一分 一分 这西湖连赛13个赛季了 打起来还这么刺激 主要还是因为这张地图由于大家跑法的不断开发 嗯 包括你看呃像那个弹跳点 大家现在也会求一个非常极限的路线 就比如说之前封载屡次尝试但是屡次也是失败的那个点 对 因为那个点就是你浅寸一下你路线会非常好能做极限 但是如果浅不到就结束了那一局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手应该只会在solo上去使用 嗯 二维就像刚才王哥一样尽量稳伸 对 因为你非常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一局的极限 你换来整场比赛的慌乱 而且我觉得真的开局第一张地图是很重要的 你可能第一局如果没有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的话 可能后面呃你在网上去建筑的过程当中就会地基不稳 是的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说心态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还是会有波动的 尤其是在这样关键的比赛 你明知道今天可能是要涉及到淘汰的比赛 但是第一局如果发挥不好 可能后续你心里还会有一个疙瘩 对尤其是场上的这四位选手 应该除弹仔之外的三位 在这个赛季或多或少都有点 就可能一场比赛他总会拉一个大的 嗯 有一场比赛被拉很多分 毕竟是大家这个人心态就不稳了 稳定性都是在五分左右的选手 真的是啊 那你要说五分左右 从数据维度来说的话 那得包括淡载 嗯 淡载好像5.8好像是 对是的 就是比其他人稳点 但是也没有稳太多 对 稳的不多 稍稳一点 阿尔法阿尔法用车 哎悟空开到了旋月 哎啊 W 悟空 这 这周这么超前吗 而且没少电啊 手感的起步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有点优势 但是没出来 是 这个弹射明明路线更好 对 已经贴近了东方 那这个断轰下 阿尔法速度不太高 而且不太自信 感觉能过 能飞 我已经感觉能过 对 但是刚才的是俯视角 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判断 对 不过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那这样的话东方 这一辆幻境龙影杀出来 然后悟空 选越先追 感觉能跟 但很难追 嗯 只能先跟住 是 而且你不发现 得看我迷信吧 真的很多选手 都想要在打东方的时候 去考验他的阿尔法 我的建议是 2V选就选了 但solo的话 还是要慎重一点 尽量规避一下 对 慎重一点 除非你自己也觉得 自己阿尔法很行 嗯 眼票弹射 没弹出来 明明上来之后 两个人还要做一波让位 都不敢弹了 悟空放慢了 对 悟空放慢了 过完拉得很慢 重新开气弹器 再弹过来 但只是说 现在想要跟进 一秒之内 对于后面的三名选手 都是得看东方 给不给机会了 对 哎呦 明明这边 悟空其实刚才的 那个12V灯空 是明显绕了一手外道 并没有切内道 但东方也失误了 哎 不是这个失误 不是现在 而这个断空 有点拐不过来 迅速拉近距离之后 ECO已经形成了反差 但这波卡位 悟空上强 但明明已经完成反差 来到第一名 是的 这个11分 我们还是能到手 恭喜RW 而弹仔是一个1.02 还出现了跳秒 2分 哇 这一局丢了可不是2分啊 不止2分 怎么说 因为原本 还能赢不少 哦 至少 原本能赢2分 赢2分 然后现在是丢了2分 对 相当于是4分 是 我们可以这么算 选手千万不要这么算 越算心态越崩 是 但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就是 你2V可以考验一下他 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2V他应该在领跑出现失误 印象当中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而且好像都是 都是那个断空 第二圈 对 都是在后半端 之前两次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次是那个弹簧 还没有弹上去的时候 先撞墙了 嗯 这是第一个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有 然后第二个是弹簧下来以后的断空飘 直接断到左墙了 是 对 再两次 确实可以考验一下 对 呃 我印象还有一次啊 就是在和 紫爹 solo的时候 呃 有 那就是上周 当时是在第二圈 当时 呃 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但是紫爹的距离比较远 对 所以在那局没有形成反超 所以说嘛 嗯 在solo的时候尽量不要考验 除非你的阿尔法也很醒 嗯 就是我们就是参考那一场比赛 此间的选途是比较奇怪的 对啊 呃 前期选途都比较针对 然后从那一局让车开选 霍比特才回到正轨 对 发现回到正轨以后就能拿分了 能过去吗 感觉 还是不好说 有点牵强 就给了这个世界也有点牵强 可能会刚好卡在那个边上 这是判定问题 嗯 又是这类的失误吗 就快出点的太早了 对 然后出弯直接是墙上去了 而弹仔的话 属于第一时间 ECU没有点出来 还有一次 东方贴死给弹仔远带了 哦 我记得 三次了 好 那这是第四次 那好像真的可以考验一下 来看一下东方 一共打几次这个赛系 阿尔法是吗 是 下次就是班图空港阿尔法 来看一下 这局是AG的王族桃园剑阁 起步 哎 怎么了 这ECU比我都没有踩上这个台阶 没延续上 但是东方这个起步也太快了吧 就是大家在ECU去抢的那个瞬间 这个ECU的差异还是会有的 是 这几 这三局都是东方起步杀去的 几乎是自己断空贴死了 嗯 然后刚才阿尔法是领跑了85% 然后失误了 对 这一局 对 然后这一局呢 是和悟空的智慧者对位 但是没弹出来 也没弹出来 弹出来的这个轨迹 还是有点相似 拖的轨迹 对 但是 都是在点第二下方向接的那一拖 拖匀了 这样的话 方方反斗科都可以接受 哎 没面 闪也没喷 就这张图 你又要飘了轻一点 又要飘轻一点 然后你又不能太轻 这张图真的是有点路线图 或者节奏图的意思 而且这个点上来之后 还卡了一下悟空 感觉这一局 分也不上了 对 最后一个弹射 东方没有出问题 后面有1吗 0.89 2.41 同分 看见的看不见的 瞬间的涌横的 好的 原本以为是2分 结果应该是最终的这个ECU 是 这一局是三辆智慧女神 对 AG是双智慧女神 那所以 最后鸣鸣的这一辆 应该是留了一个ECU的 这辆L7 还跟进了一个10分 是 是 今天从前三局来看 感觉不是很和平啊 哪方面 状态方面 哦那是 就是选手对抗方面真的还好 嗯 其实强度都是这几位选手完全可以接受的 甚至说都还没有上强度 主要是感觉 大家还没有完全进入到 季后赛这个状态中来 我觉得还是 我们之间讨论的那一点 就是一个阶段也好 或者说一周比赛的第一场 刚开始 尤其是这周是周五开始比赛的嘛 所以 中间休息时间比较长 对 对于一周开始的第一场节目战来说 大家的状态都是需要再找一找 那三张图打完以后分差三分 刚才这局团队剑格是同分 然后阿尔法是两分 西湖一分 对吧 是 三分 现在是60比上57 现在对于场上 A7也好 RW也好 在已知自己不太能够稳得住的情况下 有一个好消息是 大家都一样 都有点不太稳 而且也发挥了今天这个数据上面的点击之笔 对 30 30 31 26 但在这边存在一点点丢分的情况 但是其实大家均分也都不低 现在三局是三名选手各冲了一局 所以目前的差异 最后一个弯道蛋仔还想上卡位 这个确实不冷静了 对 因为你卡位之后时间可能差不了多少 不要说你卡R青 R青肯定有ECU啊 如果前面是智慧女神的话 我觉得卡着一下 想给它卡出去没问题 卡R青的话确实有点判断失误 而且还是一个上坡路段 你的这个速度 其实能够支撑到那个飘雨点 已经比较勉强了 起步 R上墙 又是迷迷和蛋仔 这个一对欢喜更加 我觉得今天这两位在solo赛当中 真得大战800回合了 是的 东方刚谈之前的话是被悟空顶到了 但是一个小飘东方又顶回来了 这个弯道不要顶了 在找路线 但东方路线有点崩 东之色前不好使了呀 他落地以后就已经是偏上墙了 然后就没有拉测试的空间 对 其实东方今天起步确实非常的快 但是反观蛋仔每次在起步的时候 自己的问题也好 明明的问题也好 就他总是受伤 而这场比赛 AG这边会主动选 弯彩又 主动有点失误 因为我的印象是还停留在之前 风载跟弹载搭档的时候 这张地图其实跑得就不是特别好 东方这个点跟车跟得有点太近了 节奏没空好 明明小蹭一下墙 但是这个点蹭墙影响不会很大 只能过说现在1.2 1.1 看一下能不能跳到一秒之内 没错 原本角色将写是一张过渡图 但是如果从目前的距离来看 可能要成为一张大的拉分图了 对啊 这个现在的距离来说就是3分啊 不止 明明这边应该是能够跟进到10分的 明明这边能跟进的话 感觉蛋仔如果 诶 蛋仔应该跟不到 怎么还在往外跳呢 对 看最后悟空ECU释放 完美 312.4速度也可以 后面呢 0.94 21分 而后面是一个 9和8 17 7 7分了 那这节奏不对了 今天蛋仔有点怪 嗯 但是 是我们看到他的分数相较于其他三位来说 觉得他状态有点怪 有迹可寻吧 像这一局就是起步第一个对抗值 说后续还发生了什么 对 太注意到 后续没有他视角 嗯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从2.0或者1.几的时候 竟然还能够再往2.2.3跳 因为起步是明明跟蛋仔两个人同时上墙 那从你后追的这个节奏来说 如果没有出现失误的话 他能跟明明保持同一个水平线上 是的 东方今天 虽然说也会有一些没把握住机会的情况下 但是得分上来说是挺稳的 对 而且角色江西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 AZ自己选择的概率并不是很大 基本没有 基本上没有打过 而这张图在上一个赛季WZ明明是经常打 嗯 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了蛋仔跟风仔搭档的那个赛季 其实角色江西跑得并不好 反而是容易被对面针对的一张赛道 对 很容易去在这张图拉2-3分 这个跑得不好 指的是相较于其他的赛道来说发挥没那么稳定 嗯 而且在同时去进行私人对抗的时候 几乎 总吃亏 几乎劣势那方都是他们 那我觉得所以我刚才会有一点意外 接下来可能 得改变战术了 嗯 你不能过度了呀 再过度过没了 得选男图了 直接上男图的话 呃感觉今天可以多打打东方的图 东方的起步快 起步快的话 大起步图 嗯 我在想是哪张呢 西部防晒 西部 不要 为什么不要 设计方向 哦打扰了打扰了 开始真学了 有有些时候你真不能不信这个鞋 对 你就比如说越上 嗯 它是真往下去 那你说东方 它是真往西边去啊 对啊 就刚开始我们可能是玩耿 但是玩着玩着自己都怕了 就跟大家说我们独奶一样 就真的会偶尔把这个属性带到生活的 是 只要太多巧合凑在一起 你不信也得信 对 你就包括这一场比赛 你说明明和弹仔他们 之前能和平共处吗 我觉得有点难 嗯 哎今天这意思又怎么回事 就他们两个总是要发生一些卡位才行 是 从起步一直到中间对抗 甚至到最后充现的时候 哎也得展现一波什么叫做同人不同命 是 像刚才桃圆剑阁的卡位 呃 选了一手老街工地 用车的话是弹仔用到了哈雷特 嗯 然后另外三名选手都是颜军 这个和我们刚才思考的方向呢 相似 但又反的 就是我们想的是发挥东方的起步优势 对 然后选一张起步图 起步图是选了 反而把东方这个起步优势给盖住了 呃 但是弹仔的这一辆哈雷特是能够发挥出优势的 就得看稳定性了 对 来吧看一下后面三辆炎军的争夺 现在是RW在中间 但这一波卡位把悟空给顶开了 我觉得这张图有点针对悟空 因为悟空这张图真的很不稳 但主要还是因为一个对内的对抗 这波是有点亏的 是 刺身过来 看一下后半段的 弹射弹得过出去了 那目前AJ是来到了双0跑 是 一定要 但是弹仔失误了 拉近了距离 拉近很多 那这个距离ECU的话是能够拉近的 是 一个第一个ECU一下子就能拉近0.5 是 上后点看甩尾 两个车都一次通过 而悟空在后面也能够先更重 感觉东方跟弹仔这个ECU 直接形成了反超 刚好0.5 没错 现在 明明直接断空极限起来了 他把握住了这一波机会 但东方也还在做干扰 想要去搅一搅AG 在挡 现在AG还是能保住自己的双0跑 对 能拉到第一的 这一波虽然没有绞成 但是我相信也给AG吓一跳 而在明明在前面和AG打架的时候 悟空这边也是跟了上来 迅速的拉近距离 看后半段 现在这个距离就是 也就一分 但是悟空1.6了 那不好说 2.6 而且明明最后一个拖接有点上墙 稍微控了一下 而且前面这个弹射 弹仔也失误了 弹仔也失误了 弹仔失误了 那弹仔这边 放完第一名还能拿下 也一秒开外了呀 哎明明怎么又跑悟空后面去了 一把5分 今天的比赛 不给我四个评 我是看不过来的 一人一个评 刚才我们点名的时候是悟空 悟空1.5 我变成了2.6 然后明明的话是自己拖 最后一拖是有点寸强 然后一瞬间切到东方跟弹仔 但一蹭墙 蹭墙的时候 他也是在悟空的前面 对 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呢 前面的东方跟弹仔 在弹射那个点上 又发生了一个位置的互换 应该是弹仔这边弹射失误了 然后东方又凭借最后一个ECU 拿到了第一 但是东方这把跑1分31 还是挺快的 对 而且跟车 包括在第二圈开头部分 为弹仔做的这波卡位也非常到位 但这一局阿达给了个大的 那7分是迅速的拉近 现在分差只剩下2分了 啊 一局拉开了5分 嗯 这悬念一下子回来了 虽然说这一局的分数 并不是通过哈雷特来制造的 嗯 但效果打出来了 我觉得也不亏 是 而且东方这位选手 真的算是我们联赛当中 极为定类的一位选手 以前是指冲关键局 但是现在是指打关键局 包括以前在RC的时候 每一次总决赛 他肯定是最可靠的那个 对 要知道一年三冠的时候 他拿了三个FMAP 对 这总决赛的表现 这会是何等的经验啊 尤其是他 为什么 因为 虽然说我们凭总决赛FMAP 是以总决赛为基础 对 但是因为我们看这些选手 他一路走来 就 难免会和常规赛或者基础赛做一些对比 是 你就会觉得他突破越大 你越想给他 但是反差感极强 对 东方就是这样的选手 你常规赛的时候 什么 就是有一些挖坑也好啊 或者是有一些局 你看不懂的反向 明场面也好啊 你会觉得 这靠得住吗 但是一来到生子局 关键局 你看今天这表现 十分 这就大死一二 是 你看现在是场上均分最高的 五十一分 而且是唯一一个局面上市的 东方 这个就是速度之王 那现在AG这个选途路子 回来吧 过渡 还过渡吗 我觉得不要吧 我觉得可以过渡 真的吗 对 我就怕过渡过渡出事 反而是打蓝图 是在他们熟悉的节奏点当中 我觉得蓝图 要有一点运气 比如说刚才老街工地这一局 你觉得没有运气吗 有 绝对有 但这个运气 其实你要站在RW角度来说 就是他们自己没把握住 自己给 自己的稳定性在后半端 对 完全是没绷住 看一下吧 回放当中出现的事故 悟空这边是为了规避对抗 弹仔这个点出现了失误以后 后面所有选手全部拉进到了一秒左右 好 这一处我们刚点完名 失误了 弹仔蹭墙 你别说这波让的不像眼 哎呦 这明明让谁啊 没让 就是弹的角度太大了 弹仔是因为在弹射之前先碰了一下 所以没办法弹了 但明明这个属于是角度大想求极限 是 给自己拐上墙了 呃 ag 选了一首决战海滨之眼 怎么说 你看 就像我们所说ag他又想过渡了 对对吧 但是 RW这边觉得好像ag已经起节奏了 你前面那张老机构逆都上了一样机架 这张图你再上一样机架不过分吧 对啊 结果没上 而且现在我觉得RW用的时候这个搜空不亏 我只能说得和后面那张图结合起来一起看 嗯 单从这一张图来看肯定是不亏的 对 反正他们还有一辆哈雷特 嗯 但哈雷特得看谁选图 如果说这一局RW没有将优势进一步扩大的话 那下一波ag这边可能上一手类似于梦会鼓鼠这样的赛道 也是有一波带走的可能性 哎 但东方这个暴力点有点凶啊 直接顶开了弹仔 嗯 就今天东方也感受到了 啊 但这个段空也带了一波 后面的节奏 看一下一次又释放能够通过 对弹仔影响不大 我觉得这一波ag是可以的 对 对 对友之间互帮互助了 速度稍微稳了一下 没言上 重新开启管弹气 由弹仔来后追 你看过渡图 不太适合他们 好吧 感觉真的也难图 对 看敏敏 这一把 哎呦路线 这个速度 还好拐过 这都能拐过来 这 这大开大合呀 是 因为他那个段空上去的路线也太靠外了 是 没断出来 撞后点 再放ECU也行 强行也行 这就看东方能不能跳到圆秒之内了 感觉又有点难 因为敏敏这个后面送空速度太快了 对 直线速度上还是有优势的 有个小拖飘 那没了 3.4 一把5分 刚才多少分来着 5分 刚刚赢回5分 现在又送回去5分 一张老街工地5分 一张海滨之眼也是5分 怎么我们现在星级都是摆设吗 星级只是给大家看看的 其实并不难 但这把明明其实只跑了20.3 对 就跟刚才老街工地一样 就我们常说风水轮流转 但是你说连续两局转回来的 我们好像还是很少见的 这个转的速度有点快 有点困不住了 这转速的多少 不好计算 这个公司算分 好 而且 现在打完六把了 嗯 只剩一局要追回4分的机会 才能够进入到加赛 对 呃 之前两次交手 都是进入到加赛的 这次怎么说 有机会吗 肯定有 那甚至你多7分一把拉回来 现在的状态我也信 那最后一张图什么 那我不知道 雪镜猎猿 呃 好打吗 我觉得雪镜猎猿 真不拉分 主要大家上周一周都没打 嗯 前面常温赛 你你细组一下 舞台湾拉回大分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限的 嗯 而且你会发现 谁想在雪镜地烟上 拉回分数 谁就跑不好 现在 还有什么比较能拉分的吗 美洲苏格兰这些就不看了 流伤取水的话现在是哪边多位量哈雷特 RW 那还不太好选 肯定就直接上双哈雷特了 我看到的也是流伤取水 但打不了 图不太适合 有一张 什么 我觉得超线基地应该比 血精绿员要拉 打莫影青龙吗 得追现在得追四分 对 其实还有一张极星幻玉 但极星幻玉这张图是冥冥的望图 是啊 冥冥这张图 基本都还是比较稳 你或者就是一个奇招了 但这个奇招你选出来以后 我觉得如果没有打回来的话一定会被骂 而最主要我是觉得你极星幻玉 用木影青龙的话意外性没有那么高 对 他根本是挺简单的 对啊 还有一张奇招就是雪地加年华 ag这边不太喜欢 对 就是这些图都不太适合ag去打 是 你这个选出来以后 就不只是到时候焦电下来要喷你 可能今天晚上睡一觉醒来 都要自己扇两个嘴巴 不是不是睡一觉起来 半夜睡醒 对对对 即兴幻玉不是不行 但是我们刚说即兴幻玉和超音机第这两张图吗 对都是可以的 就是薄一薄意外性 但是你看ag这个最佳成绩 明显这个赛季没这么大呀 是啊 零七零八 上一次是 好像是aw这边选择到的首图是即兴幻玉 选了一次 起步 起步 第一个弯过来aw双宁跑 是双宁跑 看ECU释放完之后 四个人又搅在一起 这个弯道再卡内道 对但ag有机会 现在ag反超了成为了双宁跑 双双反超啊 这个开了个好局 但这个路线怎么回事 弹仔飘出去了 快出脱飘了吧 哎呀没弹出来 这个路线 还好是墨影青龙啊 还行速度够 对 这个断空 东方路线也不好 但是顶了一下明明 把明显把明显给顶出去了 路线歪了 ECU释放过来 现在后面三明显又卡在一起 是 压来这个路纯 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 弹仔可能要上强度了 对 A是谁 明明 还好 但这分数好像不太够 对 现在是只有三分 弹出过来 还是后面的断空 对 那东方在前面 确实还是挺稳的 二连断过来 弹仔有点失误 最后一段速度损失比较大 只要有一点失误 那分数就不够了呀 是 那这一局是 够 一加三 四分 刚好四分 最后断空 AW给机会了 而且我们说 弹仔失误以后 他是怎么又跑到一秒之内的 可能也稍微连带了一下 AW这边了 所以他们最后 这个两个断空的节奏会有点短 主要是因为东方在前面 第二弹落地之后的失速比较严重 原本以为后面的三名选手 都能跟进一个比较不错的分数 是的 这就是宿命吗 这就是宿命吗 下赛 三次 对 均进入到了加赛 打到加赛不好说了呀 刚好三分 打到加赛的话 目前是AG领先了一辆孙悟空 这辆孙悟空进入加赛 好像没有用之地了 没有 而反而是 霍比特 对霍比特可能 能互换 但是互换起来是AG亏 所以AG不可能选 这辆孙悟空打不出来 我们先从五星际五星以上的赛道来看一下 苏格兰可以骗 对吧 可以选 可以 对 但是苏格兰我觉得应该是在第八张图打完了以后 第九张可以尝试选 而你像 秋明山 天空之城 霍比特 赤城虎夜 这些图都选不了 因为这些都是哈利特的图 虽然说AG现在手里面也剩一首哈利特 要不选一个庆元春片一下 庆元春片不出来的 庆元春片都不如赤城博一下 但赤城博也太冒险了 有点冒险了 因为 也不是不行 因为你看其实这几局大家跑到的成绩啊 金焕玉这一局东方是1分07秒11 然后海滨之眼呢 当时明明应该是1分20.3 其实都不算是很快的成绩 今天就大家求稳就好 对 他在这边快出二次飘 这两个人在抢内岛 然后路径也太靠左了 是 明明这个点是求稳 对 还好没有受伤很重 比较 哎 都弹回来了一眼 悟空 哦 倒了一下 西部矿山 骗出来了 这用车 呃当时是 西部矿山上了哈雷特 没优势啊 想不出来 只能说前面 打起来 而且这一把弹子还上了一个炎军 我觉得炎军对战到哈雷特 在西部矿山实战当中 有可能还以柔克刚了 对 更强一点 嗯 弹在西部杀来了 这怎么办 刚开始就让吗 明明夹在中间 不太好让 这边连续的弯道 我觉得还得先跟 不让不行啊 不让的话前面哈雷特 优势就一点没有 嗯 但这个位置得先保持住啊 啊 瓦瑞拉这个侧身直接上墙 刀布鲁直接让了 哎 这一个帅 怎么回事 甲腕柱直接撞上去了 定墙上了 甩的角度有问题 ECU 逼过来 还不是一个WCW W喷 大尼杰都出了一点点问题 出弯有侧身 悟空的车子还更快一些 这个直到必须得让 而明明的出弯路线 也受到了干扰 刚才那个点让 其实也没必要了 大家都是一起根据 没有让 应该就单纯自己的失误 那这样的话 弹仔果然通过 这一样 严均以柔克刚了 完成冲线 抢到了11分 59秒01的成绩 后面1.98 还好 两分打平 双方 没有打平 我说这一局 这一局两分 那没有打平 差一分 差一分 对 差一分 刚才是差三分 对 倒不如打平 对 这个1.98 对于RW来说 跑快了 真跑快了 不如不快 这0.02 是 但没办法 这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怎么办呢 现在 没办法 因为选图全在对面 继续接招了 嗯 那你哈利特拿出来了 哎呦 这孙悟空 孙悟空打不来 因为 悟空和敏敏的 哈利特和孙悟空是交叉用的 对 就可以再交叉回来 分配的还算合理 只是说这一局没有任何的优势 怎么说 我觉得前面啊 敏敏 你哪怕说直接飘肥出去 你再重新找节奏 也该让的 不太好让我怎么说 因为中间连续弯道 你这个时候让位就只能是像我们最 开始看到2号位给1号位怎么让了 就现在的话 就刚才那个距离 你得双方心有灵犀 就比如说我这个弯道飘肥了 你这个弯道到底是不是做极限 我得一瞬间 去下达指名以后 你下个弯道就必须贴 我的意思是 直接让到底 就是把自己的过弯速度也拉满 然后路线也飘肥 就果断把它放过去 因为当时 双方距离是很近的 对 对 很近的那个弯道 下一个弯道直接 飘一个大肥弯就可以了 就是不交流 因为中方还在后面 因为就是怕 没有必要交流 怕就怕在 悟空也在说 我不太敢上去对抗 我想要明明先走 然后明明想的是 我给你让 然后两个人同时去 做一个比较肥的路线 就这个时候就说一句 你来就行 对吧 一边飘肥 一边说你来就行 但是你要想 就是对方接收这个 然后再做出反应 可能还需要一个弯道的时间 这可能就是一些 搭档时间久了的 比较默契的搭档 能够做出来的操作 但我觉得其实这一个交流 包括这个配合 有必要 肯定很有必要 有必要且难度不大 只是我只觉得 他们在刚才场上 是没有任何交流 且没有想说 一定要让你来追 这样的想法 而是更想说 先保住当前 这个连续弯道的位置 再看 现在A7边是东方圣哈雷特 然后RW这边呢 是迷迷圣哈雷特 嗯 然后 奥基纳都没用 赛车比较持平 嗯 还剩下一张图一分 呃 如果抛开 车不看的话 我觉得可以选苏格兰和美洲 这个是怎么失误的 秋明山 敏敏对位到东方 还是要打一手哈雷特 对 然后雾峰和弹仔 全部使用到了L青 就还好这一辆L青 刚才在桃源间隔的时候 是敏敏用的啊 我忽然L青都用不来了 起步 东方很快 打过记事赛的 就是不一样 熟 嗯 好歹跑过几次 看敏敏的后追 现在看第一个难点 对 看这个断空 敏敏路线稍微压了下车 对 出弯控的速度有点重 对 他现在节奏放的很慢 对 他想要先跟住 这一分 如果 后面 半载和悟空打的好激烈啊 看东方 这个弯道敏敏太球稳了 东方在前面歪了吗 歪了 有点速度损失 再挡了一下 敏敏 这一局看一下能不能内到反超 不好说 有机会 两个人都有点贴外墙 对 对 这点敏敏没跳起来 哦呦 这个点点 续的碰墙以后 直接被甩开了一秒多 而且悟空还在等三层面 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而在最后一个管道顺利通过以后 东方抢到这个十一分没有问题 敏敏能够跟到一秒之内吗 有点难 1.86 最后无关出现的失误 那我们可以 恭喜 AZ 九局比赛逆转成功 成功拿下第一轮 二边个人就赛的第一大分 真的是 很难 想象得到 哦 我觉得弹仔那句话真的 不是说说而已 关键局 我信你 东方今天 太狠了 就在最后东方和敏敏的那一波对抗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不是说双方在实力上 在对抗技巧上有什么差距 而是在这一个弯道 我要抢到这个第一的决心 是 那一个碰撞真的已经无关乎技巧了 其实敏敏在前面小飘的时候 稍微往外打滑一点 就已经奠定了 他在后面很难跳起来 对 那个速度 因为那个点的话 你是必须找一个像之前可能一个弹射那种路线 才能跳起来 这是双方本赛季第三次交手 在2v2个人就在这一个模式上 胜利仍然属于A技 难以想象 交战了三次 均以A技在2v当中获胜结束 而这一次的分差是3分 落后一次反超三分 这局球迷战又是打出了4分的分差 然后AW全程都是一个去被挑战的位置 但他们其实在对方选择地图上面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冲动 AW在这一场比赛 从开局也好 从中间自己在老街工地 同时好局 再到后面有一局搬回来 但其实这一整场比赛我觉得5分5分这样追 前期这种大分差我都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不太能理解的就是在西部 蛋仔在出现那么多截斗事故的情况下 悟空还在后面 对 就说明大家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确实都很难做好自身的稳定了 没错 来看一下本局的MAP是给到了A技的东方 本赛就拿到了三次 然后本场比赛的个人均分是9.9分 对 这三次近乎于都是旧球赛拿的了 是的 冲了四次线 是 恭喜A技东方拿下了本轮旧赛的MAP 同时再次恭喜A技 先拿第一轮2位2个人竞赛的第一大分 谢谢张